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休战期里 克鲁伯公司与整个国家一样握心长谈 等待东山再起 经历了凡尔赛合约的驱逐 希特勒上台后的克鲁伯公司如凤房野盘一般越过重生 此时公司的掌门人逐渐由古斯塔夫向小阿尔弗雷德过度 与其父亲古斯塔夫一样 小阿尔弗雷德严谨 狂热 对军工事业充满激 请 鉴于一旦结束后的颠沛流离 出掌大权的小阿尔弗雷德 毫不犹豫地把家族和公司绑上了国家的战车 整个二战期间 克鲁伯公司为德国军队提供火炮 坦克 弹药和其他各类装备 属著名的八十八毫米高炮 K5列车炮 一号与四号坦克 乌人青王炮 重型巡洋舰以及众多游行潜艇 均由克鲁伯公司制造或参与制造 甚至在战争后期 小阿尔弗雷德 严格意义上说的一名商人 俨然成为帝国的军械部长 其出行与工作均由党卫军团团保护 这位克鲁伯的掌舵人极度守时 守卫甚至能根据他每天进出办公场所的时间 来判断自己的手表是快了还是慢了 因为公司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捆绑在一起 所以二者常常是一种巨融 一损俱损 战争出气 随着纳粹的占领区越来越大 克鲁伯的产业规模也逐步走向巅峰 如同草原上的石斧动物一样 手持克鲁伯武器的德军前脚钢 打下一片地方 克鲁伯公司后脚就来接手当地的企业 刚开始时 克鲁伯还会象征性地支付一部分费用 但后来连样子都懒得做了 干脆变成了赤裸裸地名墙了 1941年克鲁伯公司通并了南斯拉夫的个矿公司 四年又夺取了法国蒙白勒的乌矿 仅在入侵苏联的头一年 克鲁伯就从乌克兰 攫取了近七千吨和三十多万吨铁矿 有了原料和工厂还不能立马生产 开工还需要工人 随着生产的不断扩大 无数平民和战俘开始被强制征兆 小阿尔弗雷德每天坐在飞机上从欧洲的这一端 飞到另一端去建立新的工厂 克鲁伯的三环标志几乎插满了欧洲的每一个角落 到1943年克鲁伯的工人大军已经达到二十万 如此庞大的钢铁锯售很自然 那也来了盟军轰炸机的特殊观照 但克鲁伯的产量却仍旧在与日俱增 1943年底 克鲁伯每月可以下线坦克一千辆 到底 二年盟军踏上欧洲领土时 德国坦克产量已经飙升到每月一千八百辆 可惜的是强弩之末的疯狂最终没能力挽狂澜 随着盟云对卢尔工业区的地毯式轰炸 克鲁伯如同他的第三帝国一样轰然倒塌 更多历史地理文章 请订阅微信公号 地图地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